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做更多的互动交流 我们这一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第四讲 Linux常用命令 那么在这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些 简单的用户管理命令 因为在用户管理这个章节 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里面 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但是为了前面呢 有一些操作便于进行执行 所以呢我们做一些 基本的用户管理命令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已经用过的一个命令 UseID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直观的命令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 因为要做实验 所以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直接使用UseID 就可以添加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命令也很直观啊 直接用UseID 从英文意思上 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 这个命令本身 并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强调的 UseID 直接写上用户名就行了 唯一提醒大家的就一点就是啊 用户名最好别弄得太复杂 就像有的公司 如果有一天你做Linux管理员 在公司里面在运维部门工作 像你们公司里面 给每个员工开邮箱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啊 它规划的比较乱 有的员工的邮箱呢 是用全拼 有的邮箱呢 是用的是它全拼的首字母 有的呢 是用的英文名加上姓 全都不一样 最好呢 你们公司里面规划这个时候啊 是把它统一一点 然后用户名呢 尽量别太长 UseID 它其实有很多选项 但是我们后面再详细给大家介绍 最简单的方法 就直接使用UseID 写上用户名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添加一个用户 叫杨幂 UseID 添加就行了 但如果这时候 我要添加一个用户 叫沈超 它会有一个提示 它告诉你 用户审超已经存在了 那么如果你看到类似的提示 证明这个用户在系统中 本身已经存在了 UseID 其实添加的时候 只是增加了用户的基本信息 比如说 像一些它的加募录啊 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命令解释器的分配啊等等 只是这样 并没有给它设置一个验证密码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添加一个用户 让它能够登录你的系统 还没有做完这个事情 我们还需要再给它一个密码 那么这个命令呢 就是password 再次提醒大家一点 记住password呢 实际上是少写了一个 OHA这两个字母 那么password可以更改 一个用户的密码 这个首先大家要清楚一点 假设说我们现在用管理员 来添加一个用户 那你可以直接password加上用户名 password加上用户名 比如说我要给杨幂设置一个密码 那么假设呢 这个密码叫杨凯威 杨凯威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报错 就已经设置密码成功了 但记住这个密码 最好不要太简单 如果是root设置的 就算这个密码很简单 比如说你要给杨幂再改一下密码 我把他的密码改成北京 你看到他会提示你 他是基于字典单词过于简单 但是还是提示你再确认一次 我还输入北京 依然可以设置 因为你是管理员root 还是那句话 裤衩穿在外面的哥们 什么都能干 但你记住 普通用户是不可以的 普通用户如果更改密码 改的这么简单 系统是不会接受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杨幂来登录一下 我们用杨幂来登录一下 我们这个训绩的Linux 输入密码 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以后 我们改一下自己的密码 直接敲password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更改 中文的设置 我把它简单的更改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提示 正常来讲 我们在用用户登录以后 改自己的密码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这事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如果一个用户连自己的密码都改不了 这是不太正常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提示 貌似好像是 不能够更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提示的含义 我们重新来做一下这个操作 Ctrl-C Password 这个忘记调成中文了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用杨幂这个普通用户登录过来以后 我敲一下Password 他提示你更改用户扬密的密码 原来是可以更改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问你 之前的密码是什么 之前的密码是北京 那么他说让你输入新的密码 输入一个上海 他说无效密码 他基于字典单词 但你要注意 他还是提示我新的密码 他并没有像刚才root改密码一样 他说你再确认一遍就可以了 普通用户更改密码的时候 必须符合复杂度的要求 那么我这里面重新改一个 这个也还是不行 那么我再换一个 好 待你更改多次以后呢 如果还未随 这个就会被系统踢出去 那么我重新再改一下的 你看到如果你输入的密码 符合这个要求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让你重新确认 就可以更改密码了 但记住一点 每个普通用户 只能用password的更改自己的密码 而管理员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 管理员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 刚才我输入这个密码 为什么会符合这个要求 其实呢 我输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呢 就是我们符合密码规则 八位以上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组合的这样一个密码 但这个密码其实很好记 比如说我实验经常用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有什么演变而来呢 由沈超老师的这个姓名的拼音演变而来 我只不过更改一下我的密码规则 我把密码里面这个字母e都换成at符号 因为它都可以代表互联网 我把这个字母里面出现的abcd都换成1234 所以这个密码最后就变成了什么样子 大写的shatn3heo 但是这个规则如果我不跟你讲 你很难猜到它是怎么来的 不过我自己很好记 因为只要记住沈超那个家伙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把我这个规则一换 e换成at abcd换成1234 就是一个合格的密码 那么你可以借鉴一下 更改密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复杂度 那么这是呢 password怎么样来更改一个用户的密码 好那么最简单的添加用户呢 就是直接用userat加上用户名password 设置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理论上来讲 那么你记住一点 每个普通用户只能改自己的密码 但是管理员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root更改用户的密码 可以改得非常简单 1234也行 北京也可以 就认为每个普通用户也可以这样改 这是不允许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用户管理的简单的命令 叫户 我们在使用linux的时候啊 这是一个多用户的系统 也就是说同时可以有多个用户登录过来 执行相应的操作 那你怎么知道当前有哪几个登录用户呢 我们可以用户命令来做一个查看 在命令行上敲户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里面涵盖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登录的用户名 比如说 它登录的用户名是root 还是阳密 它会显示登录的用户名 一个用户可以多次登录 所以看到有两个root登录信息 第二个部分呢 叫登录的终端 这里面呢 记住tty表示本地终端 什么叫本地终端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你本地登录的这样的一个终端 比如说 像我这样叫本地登录 我在虚拟机里面登录过来 这叫本地登录 但如果敲一个命令 退出登录的话 这回到登录状态 这个时候你再敲户来查看 我们再敲户来查看 你会发现 那个本地登录就不在了 对吧 tty叫本地登录 所以如果我登录进去以后 这个时候 这个登录叫本地登录 而在我们当前这个sql下记里面 实际上我是用192.168.198.1 这台主机登录的192.168.2 这台主机 这叫一个远程登录 它会用pts来表示 pts表示远程终端 然后用不同的数字终端号来区分不同的登录终端 这个大家要了解 第二个部分表示的是终端 第三个部分就是登录时间 它是什么时候登录的 这个用户登录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那么它就写在了这个地方 第三个呢 是登录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用户已经登录了多久 都可以通过这个登录时间来做一个判断 最后一个部分呢 这个呢 指的是登录的主机的IP地址 它从哪台主机登录过来的 如果没有写就表示本机登录 如果写成这样就表示从192.168.198.1这台主机登录过来的 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信息 这是呢 互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查看到 当前我们这个Linux服务器上面有几个登录用户 都是从本地的还是从远程登录的 什么时间登录的 从哪一个主机登录过来的 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查看远程用户登录信息的一个命令 互命令 但是我们得不到更多的一个信息的内容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信息的内容 那么可以用另外一个命令叫W 这个呢 我们可以得到更为详细的用户登录的一个信息 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查看 敲一个户命令 这个时候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那么作为了解 我们先看一下其中 除了跟我们前面户得到相同的信息以外 登录的用户名 登录的终端 从哪登录的 从哪一个主机IP登录的 以及什么时间登录的以外 这里面呢 其他的部分 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了解的 主要有这些 第一个呢 当前系统的时间 这个没有什么态度好强调的 第二个呢 这个叫UP 这个Linux已经连续运行了多长时间 也有个命令叫UP Time 可以看到跟这个首行差不多的信息 这个UP 就是我们连续运行的时间 也就是说呀 一台Linux服务器 它已经连续运行多久 没有重启和关机了 有的时候呢 衡量一个服务器 它的稳定性 就是衡量这个时间 我们叫UP Time 如果这台服务器已经开机一年 都没有重启和关机过 那证明稳定性就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这个呢 因为是虚拟机的Linux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可能我就把虚拟机关掉了 那么你看到 这才累计了七个小时 UP Time 这个指的是Linux连续运行的时间 第三个呢 3 Users 表示当前总共有几个用户登录 这一数也是三个的吧 两个root 一个阳密登录过来了 这是一个复杂均衡的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有三个数值 分别记录了过去的 一分钟五分钟和十五分钟 现在系统的一个负载情况 那么这三个值除以三 就是平均数了 那么一般来讲 系统的负载值 主要指的就是 CPU和内存的负载情况 如果现在呢 比如说你是一个Web服务器 访问量非常的大 这个值就会有 很明显的一个体现 它可能甚至超过一 它甚至可能是四 甚至可能是五 就表示系统负载 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 可能全是三个零 因为我这一个虚拟机 什么服务都没跑 只是用来给大家 敲两个命令做个演示 那么你看到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负载 那么这个值呢 可以未来帮助你判断 你的服务器 负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他的呢 这个IDRE表示 这个用户登录过来 已经空闲多久了 那么你看到 这个如果是0.00秒 就表示我刚刚还 执行了相应的操作 如果你登录过来 什么命令都没敲 就在这闲着没事干 在这边吃爆米花 边看这个界面 那么手什么都没有敲命令 这时候呢 就开始累计空闲时间 就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呢 有一个用户登录过来 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干 那么你可以把它踢出去 也许它本身登录过来 就没有任何要执行操作的意思呢 然后这个PCPO呢 指的是这个用户当前登录过来 执行的操作 占用的CPU的时间 那么后面的一个Vault 就是它当前执行了什么操作 比如执行了W 或者是什么都没执行 就在SEL的解释器的界面上面 正在等待执行 那么CPU呢 这里面我们叫做CPU时间 这个资源叫CPU时间 因为我们在进程执行的时候 是排队一次执行 每个进程在一个CPU循环周期里面 会分配一定的CPU时间 如果这个进程在循环周期里面多次 它就会占用多个CPU时间 那么你可以看到每个执行的命令 它都会对应一个进程 这样的CPU的时间是多少 比如说0.08秒还是0.1秒 而GCPU是它累计占用的CPU时间 所以通过这个值 你也能看到 如果你添加了一个普通用户叫杨密 杨密登录过来以后 它占用的CPU时间特别的多 那么可能不太正常 可能它在执行一些查找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大的操作 那你可以确定 要不要终止它的命令执行 甚至把这个用户踢出系统 你可以用W判断获得这些信息 那么最主要获得的信息呢 我们再简单说一遍 第一个你可以知道 这个Linux已经连续运行了多久 第二个你可以知道 这个Linux服务器它的负载情况 第三个你可以知道 这个登录过来的用户 当前正在执行什么命令 第四个你可以知道 这个当前登录过来的用户 已经累计占用了多少CPU时间 和当前执行的命令 占用了多少CPU时间 可以帮助你了解整个系统的资源使用情况 及用户的资源使用情况 这是W这条命令 大家作为了解 所要掌握的内容 好 那么更多的关于用户关联的内容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单独通过一讲 来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讲解 那么在长命令部分 只需要大家简单的了解 怎么样来添加一个用户 Use ID来添加 怎么样来设置 或者更改用户的密码 Password 那么怎么样来查看当前用户的信息 W 怎么样来查看当前用户详细的登录信息 W 只需要简单了解 这样常用的一些用户关联的命令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命令 就这样的四个 本讲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下一讲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新说Linux微信公布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